不只深度,更有溫度 请听陈佳怡呛新闻 大家好早安,欢迎收听Heathaven呛新闻 我是陈佳怡,带给你今集温度和深度的新闻时事迈动 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YouTube的线上直播 一起在留言区来讨论分享互动哦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这个健康的话题 因为我想很多人对这个名词应该是很熟悉 退化性关节炎 这个病啊,其实对很多人来说 真的是纠缠好多年,然后摆脱不去的一个梦魇 我家里的长辈也面临这样的困扰哦 那每天从起床啊,走路啊,上下楼梯 或站或坐什么的 不管怎么样,你都会运动到我们的膝盖关节 那一旦会咔咔咔的发出声响啊 或者是伴随疼痛的纠缠 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折磨人的困扰哦 但是,但是,您可能对退化性关节炎这个疾病不是那么了解哦 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节目上的就是大陵慈济医院国际膝关节健康促进中心的主任 吕绍瑞医师带来了他的新书哦 自己的膝盖自己救 这本书呢,总结了吕医师他对于终结疼痛、自我修复 还有重返活力哦 他个人累积了三十年的心法 欢迎吕医师 嘉宜,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首先介绍吕医师哦 别的不多说 我直接告诉你们大家是怎么形容他的 他是号称全台湾最难挂号的医师 这样讲大家应该就很有概念了吧 你如果去Google吕医师的名字的话 那个Google搜寻他还会直接推荐你 就是你可以去选一个叫做 吕绍瑞医师挂号攻略 就是教你说你要怎么样才可以去挂到他的号哦 所以说就是已经忙到这样的程度了 大家就知道这个吕医师对于患者心目中哦 他的这个地位哦是什么样的 然后呢,所以说我们今天真的是 很荣幸可以邀请到吕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 吕医师特别的忙 那我都已经准备好健保卡了 就是为了等一下把它留下来 免得他会被抠回去开刀了 首先想请教一下吕医师 就是当初是什么样的机缘 你会一头去钻进这个领域研究膝盖关节这个部分 其实这个说来话长 我原本是到国外去学习小儿骨科的 小儿骨科 但是回国之后因为我服务的医院是在嘉义 在嘉义大龄的医院对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是在嘉义的基督教医院哦是 结果慢慢的这个病人群 几乎都是淫法族老人家偏多 所以就退化的问题就特别多 所以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哦 所以上发现当地有很多都是这种 膝关节出问题的 是像我们骨科的门诊 占大多数都是膝关节疼痛 或者是腰痛 这两类的病人占绝大多数 尤其长辈可能发生的这个 好发率也蛮高的 但因为在这本书里面 我光是在前面的作者序里面 我看到就蛮有感触的 因为包括我父母亲还有我婆婆 他都是有这种膝关节的困扰 然后这种病坦白说 因为他没有立即致命的风险 就是他 可是长期下来那个疼痛 对患者造成的那种心理的折磨 因为他每天是如影随形 他一直在痛一直在痛一直在不舒服 那很多时候患者他自己的想法 还有他自己的心情 心理层面就可能会被忽略 那以你临床30年的经验 你发现在医病之间 是不是有一些存在一些认知落差 对因为您起头就讲说退化性关键 事实上这个包括所有 已经包括所有身体的这个关节 我想我们应该是先focus 在这个膝关节 因为每一个关节的病因 事实上都不太一样 对 所以今天我们谈的是膝关节 那这个为什么会认为他是退化 就是因为他的病程太长了 事实上严格来讲 从我们出生开始就面临了这个 大自然的这个这个整个环境嘛 我们要行动等等就会要走路啊 要跑步等等就习惯节会开始来使用 所以事实上我们医师大部分都只看到 这整个病程的一小部分 如果我们去去追踪从年轻开始 到年老他整个过程 事实上非常漫长 所以也因此对于他的研究会非常困难 因为他可能年轻的时候 他就是膝盖可能会卡卡卡的 但是他可能不以为意 对不对 然后就想说没差 但是等到他老的时候才去看 所以就会被认为可能跟退化有关 因为其实在 您在这本书里面 提到很多迷思帮大家破除 因为首先光是退化性关节炎的 这个名字就大有问题是吗 对这些这么多迷思 那个书上列了很多了 事实上我们综合起来讲 只有两个大迷思 第一个就是认为他是退化 其实不是退化吗 不是退化 第二个迷思是认为软骨不会再生 就是这两大迷思 产生了这个十几个 比较细微的迷思 如果不是退化所导致 那他跟年龄之间的关系 也不会存在着必然性是咯 年轻人也会得到这种病 事实上是因为流行病学的统计 发现年纪是一个危险因子 年纪越大越常见嘛 所以就认为他是一个退化的现象 但是这一点在医界慢慢慢慢已经 破除了这样的观念 怎么说 因为有很多研究发现事实上是跟关节里面的一些因素 尤其是发言现象有关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发言 那就没有一个定论 所以我的发现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原因 就是出生就存在的一个内测摩擦现象 这个几乎每一个人都有 这个内测摩擦现象 它是一个胚胎期发育过程产生的一个皱褶 这个皱褶就是在我们习惯节的内测 有点类似我们的栏尾 我想等栏尾大家都知道 那这个皱褶每一个人都有 就与生俱来的 如果说年轻的时候 你的居家环境生活环境 到中年之后的你的工作的环境 或者运动习惯等等 生活习惯 如果说弯曲的次数比较多 弯的比较快 弯的比较久的话 这个摩擦现象就会比较严重 会造成软骨的磨损 当然经过这样的一个磨损的过程 跟这个时间都有关系 就会观察到年纪大的磨损的严重 状况会越严重 比较严重 但是因为如果你把它定义成退化的话 那照理来说 应该是每个人大概就是很大纪律 说你走到这个年纪的话 那你都会出现这样子的现象 可是不是如此啊 因为我们发现说 有的人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出现 会有这种习惯节炎 但有人不会 所以说你要把它完全归咎 就成为一个人体自然的退化来说的话 是不合理的 是不合理的嘛 对不对 就是呂医师就是发现到这一点 所以觉得说 它未必是一个所谓的退化必然的经过 所以说认为说 退化性关节炎 其实里面有很多的 需要帮大家去适宜的 有一些迷思需要破除的 包括您刚刚也提到了 就是说在软骨的部分的话 因为大家会觉得 那软骨磨损了 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再重新修复了 这个也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 这是问号 尤其是我们要去看学术论文 开中民意通常都会讲说 软骨是没办法自行修复 即使有也非常非常的困难 困难 但是呢 在我的经验呢 几乎在 在我的这个理论之下来治疗病人的一个经验呢 即使是你好好的保养 好好的保养 按照我们提出的这个智慧呼吸三加三来保养 不开刀也可以观察到软骨再生的一个现象 那如果说即使用关节镜去把里面这些破坏的原因清除的话 我们几乎每一个礼拜在门诊都观察到这个软骨再生的一些证明 所以这个事实上是一个迷失 因为软骨它是一个活的组织 它不是像我们的一些用品 用了它就磨损就不会再消耗 它不是消耗品 不是消耗品 它是一个活的组织啊 所以事实上它一直在新陈代谢 哦 所以说它软骨这个构造的话 它也有可能是透过我们一些正确的方式好好的养护 然后它甚至人体是有一个自行修复的这样的经济 这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如果 因为我们在使用我们身体的任何组织都会有损坏 但是这个组织它会修复嘛 所以我们要了解是什么因素造成它损坏 如果能够把损坏的因素降到最少 最低的话 让它修复的能力表现出来 我们就能够观察到这个软骨它再生的一个情况 哦也就是说我们同时在每天日常生活当中 因为我可能一些动作啊什么的 是不停的在消耗它的 但是如果今天你的消耗大于它的再生程度的话 那你就会发现它一直被消耗一直被消耗 但是如果你今天可以好好的养护它 让它的这个消耗的磨损稍微减低一点降低一点 那它的增生能力也许就是 哎就可以 让它顺利的有一个自我修护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所以说呢 听到这边相信大家知道说 哇原来我们对这个疾病存在很多观念上面的误区 甚至很多人会觉得关节只要退化了 那不能逆转时光嘛 那是不是代表这个病就好不了了呢 未必哦 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请教 吕医师来告诉你正确的观念是什么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陈嘉宜呛新闻 今天邀请到吕少瑞医师 他在大陵还有台北的门诊 排队挂号都要等半年 要手术排开刀的话至少等一年的时间 所以今天呢我们很荣幸免排队免挂号 不用等就可以听到吕医师 来亲自跟大家分享这个保养膝关节的一些保健的知识 那其实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 这个原来退化性关节炎 不光退化这个名词我们要打上一个问号 而且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我一旦得了退化性关节炎 可能就好不了了 但是很重要的是呃 吕医师在这方面给患者很大的信心 对不对 嗯 我记得在三十年前吧 嗯 哎 我对这样的病人都会跟一般的骨科医师 一样的说法 嗯 如果片子造了 发现他的关节软轨已经磨损了 嗯 就会跟病人说啊 你的习关节已经开始退化了 嗯 目前没有其他好办法 嗯 你知道好好的保养 那等到一旦 完全坏了再回来 鬼州海撩撩的时候再回来找我们换关节 因为我们骨科医师就是会换人工关节的嘛 嗯 但是呢 现在我们的团队绝对不会这样 因为其实当患者听到这样的话 其实心理是会很沮丧的 因为他的膝盖问题 他是每天承受那个疼痛的 尤其是中年 对对对对 年纪才四十几岁就被宣判了 对然后你告诉他说你这个好不了了 然后你你就是只能够走上 就是总有一天你要换关节 那对他来说心理上面的压力很大 大概十几年前我的第一本书就取名是新希望嘛 就解密退化性习关节炎 所以目前我就是说在对病人来讲 我们的团队都是带给病人希望 都会说你这个阳骨还有希望好起来 你要好好的接受治疗 好好的自我保健 还是有希望好起来的 对啊这其实会给患者很很大的一个信心 因为大家会去求诊求医 就是希望他的这个状况可以获得改善 疼痛可以改善可以获得帮助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执行之下呢 我大概十位病人大概有五位 他是不需要 不需要动手术 不需要动手术 只有五位 因为可能种种原因来得太慢了 被拖延的太久了 会需要手术 而且这五位里面呢 有三位是可以用微创手术 就是关节精手术 来试图挽救回来 不用开大刀 只有两个人会需要换人工关节 哇 而且即使换人工关节的病人里面 十个换关节的病人 有九个是不需要全部换 嗯 不需要全换 只要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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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伤害是非常小的 哦 所以说其实呃 吕医师不光是要告诉患者 要建立一个信心哦 就是其实你好好的保养 好好爱护 配合治疗是可以修复的 而且你的软骨本身破坏以后 他是有再生修复的机会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呢 可以帮助他这个再生修复的机制 好的再快一点 例如说 我们吃一些含有胶脂啊 或者是市面上有很多保健食品 这个有帮助吗 任何事情 如果我们要能够解决的话 一定要知道原因 嗯 所以我们现在在推广的就是在 这个疾病的酝酿期跟临床前期 甚至少部分的临床期的这些病人呢 能够透过智慧呼吸三加三 来自我保健 哦 那为什么叫做智慧呼吸 就是智慧就是你要先有知识 嗯 那这个知识就是完全写在这本书里 就是要先建立正确的观念 要知道就是这个是什么内部的原因造成我们的膝关节破坏 嗯嗯 那现在知道是这个弯曲嘛 嗯 弯曲的角度 还有你的弯曲的次速速度 还有时间 哦 决定软骨破坏 嗯 嗯 那我们这个弯曲的角度跟磨损是有很大程度的观念 对不对 那日常生活的这些动作大概弯曲的角度有多大呢 因为大家可能没有什么观念 没有概念嘛 例如说走走路我大概是弯曲几度 上下楼梯有几度 所以这个大家应该非常关心 嗯 走路跟跑步 嗯 事实上是我们人类自然的一个行动的方式 嗯 嗯 那既然是我们与生俱来行动方式 它不可能会破坏软骨 嗯 就是牵涉到膝关节它的演化 几千万年演化成它的结构 是一个四角连感机构 嗯 所以意思就是说在30度之内 软骨之间是不会互相摩擦的 嗯 这个这个关节天生就是设计拿来这样用的 30度以内都OK 而且我们发现的这个摩擦现象 也是要超过五六十度 它才会开始产生破坏 嗯 所以走路跟跑步在着地的受力 的那个阶段 弯曲是不会超过30度 OK 走路和跑步都不会超过30度 OK 可以放心 但是你如果说其他的上下楼梯啊 或者你在上洗手间要坐或蹲的时候 嗯 就会超过危险角度 哦 所以这个时候不是说不能做这个动作 嗯 而是你要知道怎么做 哦 要掌握到诀窍和方法 方法就是要慢 哦 慢慢的 嗯 就不会上 啊有的时候那个阿公阿嬤要抱孙子 孙子 哇 从老远冲过来啊 阿公抱阿嬤抱啊 有些这种比较急 比如说上下公车 哦 被这个不良的司机赶啊等等 嗯 因为你可能要赶快 嗯 或者是在外面上洗手间公共厕所 嗯 尤其是女性 他必须要蹲 要坐 嗯 那外面排了长队 你就 不好意思就比较急啊 嗯哼 就想说赶快赶快 很容易 很容易想到 所以说嗯 我们要掌握两件事情 第一就是你弯曲的角度 然后第二就是你弯曲的速度 是 这两件事情都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角度不要太大 然后速度不要太快 这样子 对还要加上时间 时间 那可能开车的人会有经验 你如果长途开车 嗯 膝盖开始痠了 嗯 或者是你坐久了 开始痠 这个就是因为你在危险角度 时间太久 哦 因为我们坐的时候 应该就是90度嘛 垂直嘛 那个90度就是坐壁正好被夹住 哦 夹住他慢慢时间长 他就会肿起来 哦 尤其是原本就已经发炎的情况 他是一个软组织吗 他是一个软组织 嗯哼 你被夹90度的时候就刚好 对我们就把他想像成嘴巴里面的舌头啊 哦 哦 了解了解 就是你长期让他处在一个被夹住 或者是摩擦的状况的话 他就特别容易耗损这样子 哦 了解 比如说我们吃饭吃东西要小心 不要咬到舌头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这个道理 哦 还有我想到的那个 弯腰绑鞋带啊 或者是有一些长辈他可能有一些 宗教信仰他可能会长期有这种跪拜这种 对不是说不行 就是你要知道要跪下去 嗯 那个动作要慢了 哦 或者盘腿 有时候坐禅啊 盘腿 跪坐 这些都是可以的 而且事实上那个深度弯曲对膝盖是好的 深度弯曲是好的 是好的 但是就是那个过程要慢 哦 那那种人家说久战啊 或者是剧烈运动啊 可能会加速退化 这讲的下有启示 这是真的吗 软骨他是可以承受间歇的压力 嗯哼 比如说跑步走路跳等等 哦 这些间歇压力对软骨是有刺激他新陈代谢的 哦帮助他再生吗 帮助他新陈代谢 因为软骨他本身没有血液供应了 他必须靠关节液的进出 哦 去来做这个代谢 嗯哼 所以间歇的压他就像海绵组织 这样是不错是很好的 嗯哼 但是他比较怕持续 哦 持续长时间的压迫 多长时间叫做太长 哦这个是 这个 你要看每个人状况 有点类似这个 入疮啊 哦OK 这跟你的身体状况有关 嗯哼 因为有些人皮肤压很久也没问题 但是 有些人他压的时间比较短 他就 那就不行了 就不行 就每个人的体质不太一样 哦了解 那所以说呢 嗯 有没有哪些的这种动作啊 或者是什么的 就对于我们的膝关节 影响范围程度会最大的 就是当你今天已经有疼痛的状况的话 你日常生活就要尽量避免哪些东西 哎 如果是在急性期 当然你在家里最常碰到的就是上洗手间嘛 嗯哼 所以最好是有一些辅助 嗯哼 辅助 再装个把手 嗯哼 或者辅具 哎等等 像有些便盆 他是附带着这个扶手的 嗯哼 嗯哼 那另外就是你最常见的就是坐椅子 嗯哼 坐下去 或者起来 最好是能够有扶手的椅子 嗯哼 嗯哼 你在施力上有个支撑 对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双手伸直压膝盖的上方 双手伸直压膝盖上方 膝盖上方来辅助站起来 哦 或者坐下 这样你才有办法慢慢的做这些动作 嗯哼 对 上下楼梯也是比较常见 也是一样 稍微压一下膝盖 也是要慢 动作慢 慢慢的这样 手要扶扶手 嗯哼 好所以说刚刚聊到这么多 哦 才发现原来我们对于这个膝盖的关节 这个疾病存在这么多的迷思 而且不光是如此哦 很多患者他们在运动方面会有一些盲点存在 我们广告回来继续请教李医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现在在我身边的呢 是这个吕少瑞医师 他让大家知道 其实膝盖呢 关节会疼痛 未必是所谓的退化引起的这种关节炎哦 那更多时候 它其实是摩擦所造成所导致 但是怎么样呢 可以让我们的膝关节不要再卡卡的 其实很多的观念必须要被导正过来 包括像是运动方面 就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些不太正确的观念 希望被导正一下哦 例如说很多人会觉得跑步很伤害膝盖 但正确的观念应该是什么呢 我想运动大家应该很多人都喜欢从事运动 那到底哪些运动适合呢 我们不太可能因为这个理论就去限制一些运动 而且运动其实对整个身体来说都是有帮助的 而且这个内侧皱壁也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产生问题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人 膝盖没有疼痛这些问题 可以从事任何运动都可以去尝试 那好处就是说如果有问题身体会给我们警告 就是第一个就是疼痛 一些征兆嘛 对疼痛出现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检讨我从事的运动 是不是需要弯很多 是不是要弯很快 像弯很多弯很快最常见的就是羽毛球 这种运动要弯很多弯很快 弯很快 弯球也是一样 那桌球的话相对来讲 因为他在桌球的位置比较高 所以他是站着弯的角度就相对没那么大 这只是举一些例子 所以大家可以先检讨一下我从事的运动 如果是脚踏车那当然是弯很多 对啊那个一定是角度很大的 所以就先检讨一下你的运动的性质是如何 那去调整 那跑步跟走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他的那个角度 使力的时候不会超过30度 快跑和慢跑都无所谓 但是前提是你的膝关节必须是没有受过伤的 如果你已经受伤 比如说十字韧带有拉伤 稳定度不够 或者是半月软骨有受损破裂 稳定度也会影响 如果这个精密的关节的构造有受到破坏的 那当然跑步就不适合 嗯嗯嗯嗯 了解 可是像刚才其实呃 吕医师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对于这种关节出现的警讯 第一个就是疼痛 但是我们优先都会想到如何去止痛 对不对 但是其实这可能就会耽误你的 要把闹钟拆掉了 对会耽误你的这个治疗的黄金时期 没错 对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 对于膝关节疼痛的这方面的话 你去求助医师的话 他第一时间给你的都是 止痛方面的一些 这个就是因为传统观念 认为他是退化 那退化既然没办法 我们就是要治疗病人的症状 让他生活快乐一点 那当然第一个就是希望能够止痛 所以如果任何治疗 如果他能够快速止痛的话 事实上并不是软骨再生 软骨比如说PRP 一直强调是软骨再生 但是他打了之后几天就 症状就缓解了 所以这个一定是他消炎的作用 所以一般的这个论文 去长期追踪 并没有找不到任何一篇 是实际证实打PRP 长期观察 几年以后 软骨是有再生现象的 并找不到 大部分都是症状的改善 比如说半年一年 很多病人都很满意啊 都是类似这样的论文 但是因为你把那个疼痛的闹钟 关掉了 但是你如果 导致他那个磨损的那个动作 持续在进行的话 他还是用他以前错误的行为模式 在生活 在运动 在工作 反而会破坏的更快 因为软骨已经受损了 受损的组织 但是你还是一样用以前的习惯 因为痛被止住了 那当然会坏的更快 所以可能会加速恶化的情形 哇 那所以说大家真的要想 有的时候那个治标跟治本 这个观念必须要导致 疼痛的话比较像是治标嘛 这样子 好像就是你每天都要把你那个 闹钟闹铃一响 你就把他按再睡五分钟 再睡五分钟 一直延缓他 但是你就耽误了那个治疗黄金时期 所以我不是反对这些止痛这些方式 是要并行 你要先了解这个软骨里面有破坏的因素 你要了解智慧呼吸三加三 那如果真的急性急很痛 你再配合这些药物打针 是一个辅助 不能把药物打针当成一个主要的治疗方式 双管齐下这样子 同时你可能治疗疼痛的部分 但是你也要好好的有一个 正确维护你习惯节的观念存在 那爬楼梯的话 因为很多人上下楼梯这是难免的 尤其像是这几年都在宣导说 不要搭电梯啊 多爬楼梯 对于你这个心肺功能的锻炼很好 而且又环保又省电这样子 而且有的大楼会规定哦 你到二楼去你是不能坐电梯的 你只能爬楼梯 但是爬楼梯对于膝盖会痛的人来说 上下楼梯是很大的心膜 那爬楼梯这个动作既然很难去避免的话 我们就慢慢爬慢慢或者是辅助啊那些什么的 可是再怎么样他一定多多少少一定还是会有一些磨损存在吧 对那个爬楼梯这个部分啊 如果大家上网去查 一些专家的说法是说是重量 爬上去的时候 踩地的时候是身体重量的五倍 下的时候是七倍 那种讲法就是说是重力去破坏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实际去了解吸痛的病人 事实上是动作 是那个动作 他最怕是下楼梯的动作 但是我婆婆很瘦欸 我婆婆很瘦 你说他那个承受那个动量五倍七倍 啊他四十几公斤 照理来说也应该 我觉得他应该还好吧 所以他跟那个重量的承受 其实没有太大关联性 我们这样讲过 间歇压力反而是好的 所以主要是动作啦 我们上的时候 因为踩地的那只脚是要伸直嘛 伸直他就解除 他不会夹到这个皱壁 但是下的时候相反 沉重的那只脚是要弯 所以如果你的大腿力量不够的话 你就没办法慢慢弯 会突然弯下来 就会去夹到皱壁 所以这一类病人就很怕下楼梯 因为夹到他会软脚 怕跌下去 对因为有些人 他的那个膝盖状况 他不是说起起起起起 也不是说什么疼痛或什么 他说他突然间弯起这样子 脚一软的那 那个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大腿力量不够 你弯的快就夹到 就很像吃饭的时候咬到舌头 突然很痛啊 那就脚就软下去 所以这个就是要配合 我们刚刚讲的三加三 第一个三就是三原则嘛 就是要少弯慢慢弯 不要弯太久 第二个三就是锻炼肌力 还有增加灵活度 就是做抬腿运动 暴吸压吸这个部分 就是抬腿 那个就是锻炼大腿的肌力 就是让你的那个 这个房子的结构更好一点 然后沉重强去加强 肌力够你才能够慢慢的弯 那另外还有一个三呢 你说三三三原则 刚刚还有一个三呢 您讲到的三三三 三三三是对膝关节的保健 三三三 就知识三三三 第一个三是三个对策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智慧呼吸三加三 是第一个对策 是教大家自己救自己的膝盖 那第二个对策是关节径嘛 是关节径手术 就是当你的疾病已经进展到第三期 保健已经没办法的时候 我们用关节径进去把内侧皱壁 产生的这些破坏因素全部清除掉 这是第二个对策 那第三个对策就是精准的人工关节自换 就关节整形手术 这个就要动到骨头了 因为你的疾病如果拖太久 拖到这个脚已经变形了 才来找我们的话 这个时候就除了把里面破坏因素清除掉之外 还要做骨头歪掉的部分 要把它矫正回来 所以这是非常实际 就要用非常手段 这是第三个对策 那所以说呢 其实听完吕医师的解释 大家有没有觉得放心很多 原来膝盖疼痛这件事情 它可以不会限制你的生活 你只要好好的运用 好好采取一些保健的知识 正确观念去运用的话 它其实好好爱护的情况之下 你其实生活上面会改善很多 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好好来爱护自己的膝盖 有没有哪些的迷思 一些错误的观念还需要再破解呢 广告回来 我们马上继续请吕医师告诉大家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陈嘉宜呛新闻 今天邀请到的是在膝关节治疗 有长近30年经验的吕少瑞医师 来到节目当中教大家如何 好好的爱护保养自己的膝盖 同时也带来他的新书 自己的膝盖自己救 里面有很多破除迷思 打破谣言的丰富内容跟大家分享 那其实我知道很多人在膝盖疼痛的时候 他可能会采取一些民俗疗法 他可能去国术馆 或者是采取中医的一些推拿 针灸什么的 这对于这个膝盖关节的保护来说 或者是修复会有帮助吗 这个事实上还是因为迷思了 如果说已经了解今天讲的这个道理的话 我想任何应该都不会去做那个比较没有意义的治疗 那根据我这三十年来治疗这个单一疾病的经验 光是开刀的病人大概就超过一万人 那根本不用去讲说已经就是我一直在教大家自我保健的这个部分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就是医病的关系 要成功的这个这个重点 所以先讲失败的部分 就讲我开刀之后失败的病人 我曾经做了一个学术论文的统计 发现最重要的是两个原因 大概不满意的病人占百分之十 他们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治疗时机太慢了 太慢来接受治疗 就是他可能已经外面尝试一轮了 对对就是里面的构造已经破坏到不肯逆的阶段 这时候我们用关节镜来处理 可能失败几率就会比较高 那另外第二类的病人就是说他的信任度不够 就是没办法在术后的这一两年最关键的这一两年 持续的接受我们团队的继续的治疗 就在没有乖乖听话好好配合 是看完刀之后会经过两三个月的时候会结巴 会会有不太舒服的这个阶段 那在这个阶段如果没有办法坚持下去 或者是去其他医生那边听信一些传统观念的说法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失去信心 所以我们常常强调说医病关系非常重要 就是医生跟病人要站在同一个阵线去面对这个疾病 而不是站在一个对立的观念 这个信任度是决定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因为我看到医师在书里面写了一段话 我非常有感触 他说大多数的医师可能感觉起来他只对你的膝关节有兴趣 他对于你这个病人的兴趣反而没那么大 他就只看着你的膝关节 但事实上病这件事情它其实是整体的一个状态 事实上我们最后的病人的分享这本书后面有 病人分享我记得是在第一个案例 他就是分享在接受这个膝关节软骨再生促进手术之后的第一年 他经历了心里的很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他觉得没有他预期的那种马上见效的这种效果 甚至有一些朋友或者是外面的意见去干扰他的信心 他差一点就放弃 结果没想到在第二年的时候突然就好了 所以我们碰到这样的例子还不少 所以咱要那个把时间轴拉长 对对因为这是一个慢性的疾病 大家可以想像来找我们治疗之前已经拖了那么多年 所以一定要给他一些时间 那除非换关节 换关节就很像那个树不好 我们就移植一棵树 马上就看到它是一个完整的一棵树 但是用关节径治疗的话 我们是慢慢照顾它 修剪期 让枯萎的植物慢慢的好起来 这是一定需要一段时间 没有办法就是一下子马上就看到这样子成效的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 我本来想说这一趴要来请驴医师分享一些成功的案例 没有想到第一次看到这种医师先讲失败的个案 先讲成功的案例其实有非常非常的多 对不对 因为我包括看到有很多他们是在 经过治疗以后 他的那个整个生活状态上面都会有很大的改变 很大的改善 品质上面也有很大的进步对不对 例如说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 或是当初觉得好棘手的个案 哇终于治疗完好有成就 对啊如果是用传统观念的话 所有病人听到太花就非常失望 就觉得他人生是变灰色的 那既然我们是用这个方式让病人重来希望 大部分病人回来就非常感谢说 让他们对生命充满了希望 过着非常快乐的生活 那种心理的阴影都一下就扫除了 因为他看到光明看到未来 余医师刚刚提到一个关键字就是希望 他在书里面就有提到一个病人 曾经是来找您 然后当下的 他的可能情绪状态也不是很好 那他后来就 那他后来就 他接受了人工关节置换之后啊 他原本状况就很糟糕了对不对 他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的门诊 早上门诊会看到晚上啊 他是最后一个病人 是轮椅推进来 他一看到我就说啊 那个医生救救我啊 我看他的脚已经不能走了 他有一个洞在流浓 这个整个膝关节就是很糟糕的状况 已经在各家医院开了好几次刀 就是没有办法把他感染的人工关节的这个问题处理 造了片子发现他以前换的关节都被拆掉了 里面是是那个骨髓泥加抗生素啊 所以这变成我们大概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先把他的感染控制下来 但是因为他重复开刀之后骨头缺失非常多 而必须用定制型的人工关节 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机器人吧 就里面要装很大的一个这个金属做的人工关节 虽然帮他把问题解决了 他重新自换之后十天就能够正常走路出院 但是如果他万一他才五十几岁啊 万一他将来又碰到感染或者跌倒骨折怎么办 所以就是类似这样的病人来刺激我 要继续走这一条这个在骨科医师比较不愿意走的这一条路啊 去把这个退化的问题找出来 希望能够尽早预防 对对对对对 而且是减少换关节的机会 感觉起来这还是一种提供长期的保固服务一样 就是长期之后遇到这样的状况 当你今天的观念是很正确的 那就会慢慢的你整个整体的状况都可以有很明显的改善 但是你不要期待说今天治完明天就好 马上可以起来 认为就是只能换关节来解决这个退化性习惯的问题 那这个组织已经发现说 事实上观念跟我们有点类似 就是根本不需要去做核子控症等等昂贵的检查 就先来保养先做一些保养改变生活习惯减重啊等等 就能够让很多病人的疼痛缓解 不需要接受那个传统的治疗 不用到换换换到关节 但是我注意到他们就是没办法讲出道理啊 就像今天我们是可以讲出道理 就是因为发现一个病因 那他们还是用那种流行病学统计出来的体重 体重还有活动劳动阶级等等 所以他们就是用传统的概念去设计出保健的方式 但是反而是在这本书里面他会告诉你 到底为什么你会产生这种好像是退化性的膝关结炎 其实你把这个病因病根病灶找出来 那就可以获得很好的帮助这样子 那最后呂医师有没有几句话小叮咛 或者是给大家一个信心喊话 对我还是要强调两大迷思一定要破除 第一个退化性膝关节是错误的一个名词 不是退化所表示未必是 那第二个就是软骨是会再生的 只要我们提供它良好的环境 它是有能力自行修复再生的 所以说这个疾病它是有可以获得改善的 它是可以不是说完全不可逆的 对所以说好好的保爱护你的关节这样子 那今天很高兴呂医师带来这边拯救大家的膝盖 那如果对于这个膝盖关节会觉得卡卡 或者是感到不舒服 有这方面的困扰 偏偏你还挂不到号的朋友 或者是你已经先挂号了 但你还在排队半年的等待时期的话呢 可以先去看这本书 这是驴医师的新书 自己的膝盖自己救 那非常感谢驴医师今天来 也感谢大家收听 成家一腔新闻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